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Tweety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全紫色調的雲血妝 配上一個灰色的Color Corn 效果簡直就是一流 想知道我如何化妝就繼續看下去 底妝方面我會用之前Sephora Hall 買的Bear Minerals的Foundation Set 這個Set我最喜歡 就是粉狀遮瑕膏 但這個Set裡面的兩支掃呢 我都不喜歡 你看看這裡 哪有人用這樣的掃來上范底術的 你看看我就眉頭了 用它的掃呢 真的零coverage 塗了 等於沒有塗 所以我就馬上換了 比較密一點的牙刷掃來上粉底 馬上好很多啦 接著就是畫眉了 首先我也是會用BH這支眉筆 勾畫我想要的眉型 接著我就會用Sumura這個眉液填眉的尾部 然後眉頭就會用眉筆填 這樣就可以看起來立體一點 接著就當然在眼上塗上眼影底箱 說明是混血妝 一件事就是用啡色的眼影 在雙眼皮以上少少的位置 打回陰影 之後要製造一個對比 用一個淺色一點 帶有珠光效果的眼影 塗在整個眼皮上面 之後用一個圓頭掃 拿回那個啡色 慢慢輕輕地掃鬆那個陰影的位置 讓它不要緊實 一條線在這裡 如果你不小心上得深色了 不喜歡的話 可以拿一個鬆一點的圓頭掃 慢慢掃鬆的顏色 來到眼妝的重點 就是這一支紫色的眼線筆 我就會輕輕地畫一條眼線在眼珠的位置 注意我是留空了眼頭和眼尾的 用黑色的眼線膏 畫剩下的眼尾和眼頭的眼線位置 在眼尾的部分 留意我是會畫到 那個短短的角的位置 眼看下去就會大一點長一點 眼尾呢 我會畫一個 一點點向上揚的眼線 另外一隻眼也是這樣畫 你就儘量配合兩條眼線 是要相似的 之後用那個紫色眼線筆 在黑色和紫色的膠界 那邊再輕輕地畫鬆 讓它有一點漸變的效果 下眼皮呢 在眼尾三分之一的位置 就用那個啡色來畫陰影 之後也用一點點的黑色眼線 打回深個輪廓 用那個珠光眼影 打回兩個眼頭 然後眼影的部分就完成了 接著就夾眼睫毛 夾眼睫毛 我主要都是分三節這樣夾的 然後就塗上我最近最喜歡的Kiko的睫毛液 這支睫毛液真的超級好用 塗到我的眼睫毛很長 很有存在感 然後就用這個電熱睫毛工具 捲一捲的眼睫毛 讓它們的捲可以持久一點 差點忘記了 眉骨要打回一點點光影 我發現了這個長條的牙刷掃 用來打鼻影是超級正的 它的尺寸是剛剛好適合在陰影的位置 畫好陰影之後 我就喜歡用另外一支掃 把它掃鬆 那個長條牙刷掃 用來打臉的陰影 也是不錯的 有很多人覺得打了陰影 看起來會變老了 但如果你要拍照的話 我就絕對建議一定要打陰影 想配合紫色眼線 我就會用這個紫色的胭脂 亞洲人的輪廓不是很深 所以highlight是一個不錯的方法 去突出輪廓 因為整個妝我都想以紫色為主題 所以唇膏我就選了這個 帶有紫色調的啡色唇膏 這支唇膏呢 是Lime Crime的Teddy Bear 顏色真的超級美 那這個妝就完成了 希望大家喜歡我今次的分享 記得要like我的video subscribe我的channel 多謝收看 拜拜 你好 觀看 你